在读经义里面 我们听到天主向沙罗满说 你要许一个愿 我就给你 刚才在弥撒前我也问过你们 你想祈求什么愿呢 想要祈求天主些什么呢 但之后我再问多一个问题 在众多的许愿中 如果你只有一个 只可以取一个愿 你会取什么愿呢 因为那一个许愿 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才是真正对我们来说 是最为重要的 其他的其实都不需要 也不那样重要的 今天的读经义中 沙罗满向天主祈求了智慧 他没有向天主祈求富贵 长寿 甚至敌人的性命 他只祈求天主给他智慧 像我们好多人 智慧 富贵 长寿 敌人的性命都很重要 但是哪一个 才是最为重要的呢 沙罗满显得最好的 也因为这样子 他成了全世界最为聪明的国王 所以我们也应该像沙罗满一样 每一次在祈祷中 向天主祈求的时候 不要随随便便祈求 而是真正问天主 问一问自己 我最希望想要的是哪一样东西 尤其是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 我们最需要的是些什么呢 在我准备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想到了这个导文 在这个screen里面 在这个导文中 我们希望天主给我们宁静的心 去接受我们无法改变的事情 给我们勇气和智慧 去享受每一个时刻 无论多么的艰难 我们祈求天主给我们 平静的心 智慧和勇气 去真正不要为明天而忧虑 只要我们降伏在主的旨意下 相信主 必能使万物变为更美好 只要我们真正相信天主 不能改变的 我们相信祂仍然在掌控之中 所以我们不再害怕 能够坦然的去面对 同一个时间 我们也需要做我们自己本身的本分 SOP是必须的 是为了要保护我们自己 还有我们的家人们 甚至我们周遭的人 我们都知道 现在最近 在马来西亚 这个新冠疫情 节节上升 好多人心乱如麻 但是 我们自己本身 可以继续的要求天主 保护 甚至做好我们的SOP 我们都知道 口罩 还有我们的那一个 社交距离都很重要 让我们看一看这个短片 着火啦 如果 这一个火柴人 没有智慧的话 他就没有这个视角距离 也因为这样子 所有的火柴会被燃烧了 而这一个火柴人 非常的聪明 他为了保护家人 保护周遭的人 他愿意用他自己本身的智慧 成为英雄 自己有一个抽离 来一个视角距离 好让所有的人 不会被影响到 同样的 我们的面 那个口罩 也是我们的 自己本身的那一个 盾啦 去保护自己 保护狐啦 我们都知道 这一些在screen里面 这一些都是六大错误 我们都做了吗 我相信好多人都跟着做了 我们觉得不舒服 我们觉得好难受 所以我们会拉下来 动一动 放回去等等的 但是我们是否知道 每次我们拉下来放回去 或者是没有用口罩讲话的话 我们周遭的人都会被影响 甚至可能会被传染到 这个口罩 还有那个视角距离 如果我们都有遵守这两样的话 医学上像我们说 我们可以减少被传染的机会 是95% 95% 因为我们面对的敌人 是看不到的细菌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要知道 既然看不到 就要保护自己啦 虽然对方可能会是有可能 但是只要有视角距离 只要有口罩的话 我们都可以保护自己 和保护我们的家人们 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们 不要以为有口罩 甚至距离 就会影响我们自己本身的关系 难道我们这么肤浅吗 一个口罩 一个距离 就会影响我们的关系吗 看一看 在过去的四个月里面 至少三个月里面 我们没有真正的 至少三个月里面 我们没有真正的面对对方 但我们的关系 仍然美好 是因为我们关心别人的 是用我们的心 而不是因着口罩 或者是距离 而影响我们的生活 所以让我们看一看 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个愿望 或者是目标 在行动管制令之前 可能我们的目标 是想要事业有成 赚够一百万 告别单身 有老婆 有老公 或者是买大房子换吃 但新冠疫情来了之后 全部的 Stop了 我们只要活着 这新冠疫情 其实让我们看得到 哪一样东西 才是最为重要 简单就是美 我们其实不需要有太多的 一样其实就好了 在我们的福音中 要告诉我们说 有好多的珍珠 都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想要健康 事业有成 有钱 有大物 大吃等等的 这些都是好多的珍珠 是我们想要的 但福音中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找到一个真正珍贵的珍珠 我们愿意变卖所有的珍珠 去换取这一个珍珠 今天的福音 注重于天主的国 哪里有天主 哪里就有平安 快乐 幸福 就好像我们的圣勇23 像我们说说的 上主是我的母子 我实在 一无所缺 只要有天主 我就拥有一切了 让我们看一看我们过去的生活 我们的过去的生活不是充满着高高低低起起落落吗 天主不是在那儿一直陪伴着我们吗 他就是我们那最想要的一颗珍珠 只要心中知道天主有在 与我们同在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了 因为他会给我们 我们真正需要的 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们 让我们现在静默片刻 真正的问一问自己 我最想要的是些什么呢 谢谢大家